干堂水库的尾部或周边的山谷中都有和水体相通的沟渠 这些沟渠平时干涸 只有雨天才有涓涓水流汇入 这些雨天入水口的周围 往往都会聚集大量的因追逐氧气和食物逆流而上的鱼儿 选择在这里下干多少都会有所收获 这些沟渐的沟渠 可以在这里下水里面 在这里下水下水 温分都是因为水 温分都是水 所以到处理工直接决定因此 这些沟渠是 dun之二 沟渠的一张温分都是沟渠的 沟渠的外面 沟渠的湟渠达 沟渠的湟渠出 夏季钓鱼风天雨天都是最难得的好天气 只要不是狂风暴雨等灾害性的天气 都可以抓住时机去垂钓 因为这样的风雨天能给水体降温增养 能给鱼儿带来无限的生机 鱼儿分开 接口啊 哎呀 吐嘴 吐嘴 今天的风与天气 对垂吊影响很大 风能够扩大水面和空气接触的面积 增加水中的溶氧量 使鱼儿比较活跃 尽时欲望增强 我的吊位正对大水面 抛干的难度会很大 而黄哥所在的滑肩 却开始连杆狂拔 连杆狂拔 你死了 看下来 今天野生鱼怎么回事啊 花点的 今天野生鱼吃鱼了 中国唯一金黄色的 下季南方很容易形成对流雨 下雨前水库的气压低 水中溶氧量低 鱼的活性不高 而下雨过后或者是正在下雨 上层水温迅速降低 密度增大 下层水的密度较小 形成上层水与下层水的对流 水中的溶氧量充足 鱼儿食欲旺盛 是垂钓的好时机 特别是底层的鲤鱼和鲫鱼 可以可以 鲤鱼 漂亮 花点鲤鱼啊 是啊 鲤鱼 利息也不小 利息也不小 我把这个杆子用好了 下雨天鲤鱼喜欢游到潜水区觅食 回到深水区休息 所以找对鲤鱼往来的鱼路很重要 黄哥的钓位处在深水与潜水的交汇处 是钓鲤鱼的离象钓位 鲤鱼喜欢群体活动 找有障碍物和食物丰富的区域聚集 所以黄哥的窝点鲤鱼也会很多 水库上空乌云密布 稀稀利利的小鱼很快就转成了大鱼 黄哥舍不得这么好的鱼型和钓位 选择坚持做钓 而我的钓位显然不适合在风雨中抛干了 这有水流的时候 它吃口不重挺轻的 有产力一点 真的 这不是我最不擅长抓就是这种口 一点小口 好微弱呀 你不知道会以为那是水流带动的飘 所以说现在今天这个预备不好掉 这两天都不好掉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我们穿短裤短裤很热 今天你看我们还穿 穿这么多还冷 像村庄还冷 天气变化太大了 这吃口这么轻 我只能抓住那种啪啪那种顿口 我是可以 像你这吃口这么轻 我不行 我分面不清楚这个飘向 因为这有风嘛 有水流 还会掉零一点吧 夏天钓雨 雨断断续续下 水面气压升高 还能感觉到一点冷意 是鱼开口的难得的时候 等雨下的稍微小一点 我也想借黄哥的位置 体验一下狂拔的快感 那个钓点是在你的正前方吗 正前方 好直 就在窝里面 你先趴窝了就在窝里面 对吧 还要往那边去 差不多 可以 你看怎么样 黄哥 好 在一起还是位置重要 位置重要 位置重要 你也不看我接了谁的窝子 你也不看我接了谁的窝子 你让我看天鱼 嗯 对 好吧 哇 好爽 上来就是一北 哦 爽起 我